吴远称范正超为行走的弹幕 因为他走到哪里都要吐槽两句 看着鹰兔万男团做游戏 玩四名牌 听见嘉宾问有没有电梯 咱就是说 跑男这次还真是把人给请对了 范成成简直就是观众嘴听 句句都在哽上 就是跟前姐夫见面的场面不太友好 本来就是个尴尬的现场 节目组还给剪出来了 范成成为了工作我容易吗 哈喽 有人吗 来了 哈喽 但这还不算 翻翻范成成往期的节目 明明是一个猜词游戏 可脑子里全程都是范成成的那句 又病了 我都上上下下 心情怎么样 说得这么清楚了 魏大勋你还猜不出来 功力大老师唱的歌 这个叫啥来着 心里什么不安 特别不安 又病了 就是那种上上下下的那种 心脏上上下下 心气 又病了 又病了 隔着这么远的距离互对 范成成你是很有节目效果了 只不过看多了你会发现 这小子是真的精明傻 玩游戏紧张到抠手指 觉得自己装快递装得挺好 扭动一看 货都没发钱 什么叫真正的没问题 要包俩 要包俩 范成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精明傻的感觉 不是 一般傻子都演精明 之后上节目做任务 要求是用凉水给桶降温 别的哥哥一边浇水一边吐槽 而范成成则是满屏的小声 不过很快就乐器生悲了 你们在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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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神中透露着一种清澈的愚蠢 这句话用来形容范成成 再合适不过了 看着别人玩游戏 在后面碎碎念 发现根本没人理后 你们猜猜范成成在干什么 咱就是说 今天造型师的发型 算是让范成成给毁了 而比这更搞笑的是 直到范成成脖子长 但没想到 她不仅玩游戏用脖子跳舞 还用脖子转呼拉圈 范成成 你还记得你是个偶像吗 很显然 每个家里都要有个现眼包 姐姐在国外大杀四方 弟弟在国内大秀四方 跳起舞来 范成成这该死的受服欲 咱能不能注意一下表情管理 之后在被李淡问到 会不会射箭时 范成成傲娇中带了那么点吐槽 打玩过这个吗 回去自己看我的视频吧 下戏男友 关键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看到李淡年轻时的照片 范成成不仅问了人家的年龄 还算了一下自己什么时候到 这小孩可真是会聊天啊 直男大概说了就说范成成这样的吧 被问到女生生病该怎么办时 除了多喝热水 还有多吃点药 女生生病的时候是需要切实的关心 承承会说什么 多吃点药呗 多吃点药 还要多吃点药 偶像剧男主都是天冷给女主 披自己的衣服 而到了范成成这儿 我都冻得要死我 我不会给她 甚至跟着承销拍戏 你以为范成成是在帮人家整理衣服吗 不 她是为了给自己当做店 咱就是说范成成 你这样会找不到女朋友的 听见宋颜飞说自己像美人鱼 范成成脱口而出 我给你一下 之后遇上怕成的周扬青 男子汉这样的设定 可不能绑在他身上 谁还不能怕个成绩呢 我宁愿跟你做姐妹 你去看眼睛 多打多打 算了 我求你了 你是个男子汉 你是个男子汉 我求你 大家都是姐妹 说什么 看到这儿我只能说 搞笑男非范成成不数了 不仅说话有梗 会吐槽 应援时还能给你来个歪嘴杀 这程度确定不pk一下 周扬妈妈爱你 周扬 周扬 天啊 踩柔 天啊 我们下来 天啊 在那里 大家 我们下来